这是唯一一部获得过奥斯卡的恐怖影片 当年上映的时候很多观众都出现了不适的症状 以至于把医生护士都给叫来 由于影片中的有些画面过于的恐怖 英国很多的地方都禁止放映此片 据说影片在拍摄的一年多时间里 先后有9位参与制作的工作人员离奇死亡 影片中饰演被附身的小女孩的演员 Linda Blair凭借此片获得了美国金球奖的最佳女配 而且本来可以获得奥斯卡最佳女配卷奖的她 因为影片引发的争论最终取消了她的获奖资格 更为严重的是 Linda Blair因为这部影片曾有很长一段时间承受着死亡的威胁 为此华大兄弟还为她请了保镖 这就是今天要为大家介绍的诞生于1973年的经典恐怖影片《驱没人》 这部公认的恐怖片杰作中的经典镜头 被之后很多关于驱没影片纷纷效法 接下来我们进入主题 看看这部电影究竟都讲了些什么 影片的第一场戏 讲述的是莫林神父在伊拉克北部尼尼威省考古的情况 考古人员不仅挖出了一枚神秘的银币 而且还找到了一个邪恶的雕像 雕像上的人物叫帕祖祖 是美索不达米亚的病魔 这个给人带来疾病的恶魔被这帮考古学家释放之后 便跟着莫林神父一路来到了美国 著名女演员东梅自打跟老公离婚之后 一直和女儿小甜甜相拥为命 目前她正在拍摄一部影片 整天忙得脚不沾地 不过最近家里似乎不是很太平 阁楼上偶尔总会传出一些奇怪的响声 迪米是一位著名的心理医生 本来有着大好前途的她 因为信仰最终选择当一名神父 由于工作的关系 她一直属于对老妈的照顾 而她微薄的薪水 也不能给长期患病的老妈一个保障 最终她老妈死在了一家医疗条件很差的医院里 这件事也成为了迪米心里一个抹不去的阴影 东梅的女儿小甜甜 最近出现了一些反常的现象 总说晚上睡觉的时候自己的床会动 东梅带着小甜甜去医院做了一系列的检查 但在检查的过程中 小甜甜的行为非常的怪异 而且满嘴脏话 晚上一帮人在东梅家聚会的时候 小甜甜反常的表现令在场的人都非常的尴尬 到了后半夜 东梅突然听到女儿的尖叫声从房间里传来 她冲进房间一看 眼前的一幕把她惊呆了 东梅无奈再次把小甜甜送到医院做检查 这次小甜甜显得更加的狂躁了 不仅不配合检查 还往医生的脸上吐口水 经过一系列的检查 医生从医学的角度 向东梅解释了小甜甜的行为 但那张活蹦乱跳的床她却无法解释 只是说小甜甜可能是因为溺液损伤引发的癫痫 经过更进一步的检查 医生在小甜甜的脑部并没有发现任何的病变 晚上医生接到了东梅的紧急电话 两位医生来到小甜甜的房间一看也吓了一跳 这种现象他们还从来没有见到过 其中一名医生在癌了小甜甜一个大嘴巴之后 为小甜甜注射了真经济 两名医生依然从医学的角度跟东梅解释这一现象 但东梅显然已经听不进去了 为了找出小甜甜发病的原因 医生为小甜甜做了最后一次检查 但依然没有发现任何的问题 医生也实在没招了 建议东梅去找心理医生看看 晚上东梅回到家得到了一个不幸的消息 她的女助理出去买药的时候 曾拜托东梅这部影片的导演帮忙照顾一下小甜甜 但女助理出去没多大功夫 导演就摔死在了东梅家外边的阶梯上 而就在这个时候 小甜甜反转着身体从楼上下来 这一经典的镜头也被后来很多影片所效仿 心理医生为小甜甜催眠之后 试图跟附在小甜甜身上的恶魔对话 但遭到了小甜甜的猛烈攻击 导演的离奇死亡警方很快就介入了 老警察第一时间找到了神父兼心理医生低迷 老警察找低迷的原因 是因为导演的死状他们无法解释 他们从未见过一个从阶梯上摔下来的人 投入会180度的反转 因此警方认为 这或许是神学院里的某个变态神父 利用无数所为 老警察希望在学院里任职的低迷 能够列出几个嫌疑人 但是被低迷拒绝了 针对小甜甜的情况 医疗基金会的几十名专家进行了会认 但讨论了半天也没个结果 最后医生无奈 建议东梅去找神父驱魔试试 这种话能从医生嘴里说出来 也证明了当时的医疗水平确实拿小甜甜没办法 同时也企图做实科学的尽头是神学这些说法 东梅带着女儿回到家 发现在小甜甜的床上有一个十字架 但家里的佣人们都声称不是自己放的 老警察再一次来到了导演摔死的阶梯附近 发现了一个怕足足的雕像 这个雕像就是莫林神父从伊拉克带回来的那个 根据影片中透露出的细节 当时的情况应该是这样的 导演那天晚上临时担负起了照顾小甜甜的任务 当他走进小甜甜的房间后 发现小甜甜被恶魔赴了身子 于是便把十字架放在了小甜甜的床上 企图将恶魔取走 但最终被恶魔掰断脖子扔出了窗外 当老警察从东梅家离开之后 恶魔又开始作妖了 东梅找到了神父兼心理医生迪米 希望迪米能为小甜甜去魔 迪米虽然是一名神父 但同时作为一名受过高等教育的心理医生 他认为驱魔这玩意儿根本就不靠谱 但在东梅的苦苦哀求下 迪米答应到家里看看小甜甜的情况 不看不知道一看吓一跳 小甜甜的表现已经超出了他的认知 在获得了一些证据之后 迪米将驱魔仪式的申请递交给了教会 教会经过研究批准了这次驱魔仪式 但鉴于迪米没有任何的经验 教会把曾经有过驱魔经历的莫林神父请了出来 种种迹象表明 这个附在小甜甜身上的恶魔 正是莫林神父从伊拉克带回来的那位帕族族 而莫林神父似乎也清楚这一点 这场驱魔仪式显向还生 两人把罗马离典中的驱魔经文翻来覆去念了好几遍 也没能拿恶魔怎么递 可怕两位神父累得不轻啊 经过这么一折腾恶魔也累坏了 双方暂时休战 在中场休息期间 莫林神父到卫生间吃了一片药 而迪米则走进了小甜甜的房间 这时恶魔变成迪米老妈的样子 指责迪米没有照顾好自己的母亲 在迪米的精神上造成了重创 莫林神父一看迪米的信念动摇了 于是便一个人进行去摸 迪米在楼下等了半天不见上面有动静 进屋一看发现莫林神父已经死了 愤怒的迪米上去就跟恶魔掐了起来 他这种以暴之暴的行为很快就奏效了 恶魔附在了迪米的身上 而迪米则利用最后一点残存的意识 从窗口跳出去自杀了 虽然这看上去像是一部关于信仰的宗教影片 但其实质还是在探究人性中的善与恶 恶魔为什么会附在小甜甜的身上 因为少女代表着圣洁和美好 恶魔必须打破这种美好 让人们看到恶其实才是本质 而恶魔跟着虔诚的神父来到美国 附身在一个无辜的女孩身上 就是为了证明上帝并不存在 因为在驱魔的过程中 上帝并没有显示任何的神迹 最后导致了虔诚的莫林神父的死亡 而信仰早就动摇的迪米反而用以暴制暴的方式 拯救了被附身的女孩 这其中的意味再也明显不过 据说影片的原著小说改编自一个真实的故事 但很多恐怖影片都生成改编自真实故事 到底是真是假只能自行判断